芝雅干文化散落在西林部落中 当地部落文化发展协会吉利赔利 部落考古人才 希望借由专业学者的指导 能够让当地的居民有更多专业的知识 并且将珍贵的芝雅干文化发掘 有系统性的进行保存 花莲拥有丰富的史前文化 历年来出土的文物更是数以万计 见证了花莲史前文化以来的生活面貌 目前花莲考古博物馆 正在进行芝雅干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展示 让在地的文化发展协会 更是积极进行培育考古人才的训练 其实我们一直有在培力 培力我们的考古的人才 对于青年来说的话 就是目前阿改完生活的成员们 大部分都有参与过考古的宴席 或是考古的一些培育 那这个当然是一直有在持续的 这样也是蛮好 就是可以培育一些在地的人才 然后有更多的学习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指导这样 花莲县族群文化相当丰富 因而造就了考古博物馆典藏的内容 并且拥有203处的普查遗址 在如此庞大有待考察的遗址当中 考古人员的需求量也就增加许多 它有博物馆长期推动这个芝雅干文化遗址的 这种永续性的发展 那它从早期的这种学术性的研究的这种管理维护跟 学术性的这种法律的建制 走向当代这种文化遗产的社会的文化经济的发展 那我们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 让大家看到芝雅干遗址的价值 以及它的未来 丰富了芝雅干人文历史 使得市区在这片土地的族人 更是深切的了解到文化脉络 让地层中的遗物不再仅是物件 更是连结世代的钥匙 记者林杰 寿风箱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